就觉得便宜的东西我就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那几个朋友已经出了很长时间 你已经很明确地知道他那几个人不太好了 就有一回你跟你那些朋友出去喝酒去 又要去唱歌去 半夜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他去 接他去吧我还走错地方了 好不容易把他接着了吗 接回去了还没完没了跟我吵架 那还不是因为你去晚了 我每次让你去接我的时候你都会去晚 哎哟真是您还怪他去晚了 他就是强势惯了 有一回我同学家办那个学子宴 我回到农村去参加那个酒席去 马上快吃饭了吧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 正打电话说有个女同学就过来喊我来了 喊我说那个饭都好了要吃饭了 赶紧过去吧都等着你的 女同学一喊他那头就急眼了 就不干了 那不是因为当时我特别难受的时候 我想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话 然后电话没说呢 我就听那边有个女的在那喊你 然后你直接电话就挂了 也没跟我解释你去干什么 电话就挂了 那我能不生气吗 那你也不能太不给我面 不大一会又给我打电话 正在那坐着吃饭又打电话 就跟我喊说那啊 必须一个小时之内必须回来 不到跟前就离婚 你说我那么多同学在那 你说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我多磕人呢在那儿啊 回来回去了吗 回去了 没吃饭 没有 那俺赶不回去吗 那你也知道咱俩都是第二次婚姻了 当时我只是听到那个女的跟你说话 我就觉着如果一个女的跟你说话 你这头就能直接把电话给我挂了 连解释都不解释 那你女同学那么重要 你还找我干啥 你跟他们过去呗 我方便问问呢 您第一次是因为什么第一啊 就是因为不关心我 然后对我不在乎 谁提出的离婚呢 我 您提出的离婚 是不是跟这个有点像啊 就是现在的态度 我就觉得他的态度有点越来越演变成了 这个离婚了多久之后 跟先生开始谈恋爱了 四年的是 离异四年之后 你没有谈了三年 结果还没发现 你结婚发现一堆问题是吧 您是为什么呀 我就是 生活的观点不一样嘛 他喜欢玩 我就感觉你结婚了你就好好过日子吧 他不想趁年轻好好玩 就这种观点吧 谁提出的离婚 我前妻 有孩子吧 有 谁带啊 我带 闺女是吧 对小姑娘 您呢 我的也是姑娘 谁带啊 我带